哦 天呐 佩琪身上也都是你了 我发现了两只可爱的小猪需要去洗澡了 乔治的帽子挂在了池塘里的芦苇丛上 我们真幸运 乔治你的帽子还是干净的 但是我们要怎么拿回来 这个就只能大人来解决了 我需要有一根棍子 爷爷 你可别掉进去了 我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 佩琪 我可以勾到她的 我发现了一只需要洗澡的大猪 猪爷爷 我说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这个 我只是在池塘里喝杯茶而已 不 我才不是 这当然不可能了 我只是开个玩笑 你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 那就是我刚才摔进池塘里了 你这个人真是笨手笨脚 佩琪 乔治 你们身上也都是你 因为我们想要拿回乔治的帽子呀 奶奶 那乔治的帽子在哪呢 她的帽子正在天上飞呢 我也不可能了 我的腦子要都喜欢 我妈估讨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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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论